所以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公式加进来,在云端上也有啦,所以如果你要找到对应的东西的话 在云端白板里面,其实也有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叫数学函数嘛,所以找到那个数学 数学里面的我是应该放在这边数学函数,你就找到数学函数的程式嘛 点开来,就是刚刚我做的那些,我只要有写到公式,有没有这个公式,还有这个函数用sample 再来的话就是,就是程式部分,程式部分的话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会有三个按钮加两个函数,制定函数,那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这个应该直接就按一下它,自动把结果丢到这里 那里面的话呢,是丢一个公式,把sample的公式丢过来,自动完成 那清除就把它里面清空,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我不是丢公式,我是丢最后计算的结果 把它丢过来,有没有,84.4 然后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另外的话呢,一样清除掉,OK 那再来就是制定函数啦,插入函数我们有所谓的那个使用者定义嘛 有月考函数跟月考函数范围 月考函数就是123嘛,一个萝卜一个坑 帮我把资料放过来 然后它会得到结果,一样向下填满 或者是说呢,我们一样啊,干脆就是说 不要一个一个,我要一个范围 那范围就跟手机范围一样,只要一个参数 刷一下呢,把范围给它,自动一样可以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阵列嘛 然后呢,计算完,把结果丢回来到这边 一样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这些其实都是VBA哦 主要的用意就是说,以前可能你要做很多事情 你就把它打包在里面就对了 然后它就是一下子就全部做完了 尤其是你每天都要做重复性非常高的动作 那都非常的适合 所以你其实我觉得工作里面有蛮多 类似这种小地方 那你必须怎么样,把这些看看能不能把它简化一些流程 让你的速度,工作效率提高 当然以后的话,慢慢慢慢你可以再扩大 把很多的点把它连在一起,变成一个线 那整个线连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一键完成所有报表的动作了 因为一键完成所有报表,一定是慢慢慢慢慢慢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整个全部串在一起,变成整体的一个流程 整个全部都自动化了 OK,所以当然你可以慢慢从小范围开始做起 那比如说我今天一个一个来看 这个我想因为前面有讲过 所以我就带稍微快一点 应该还有印象 第一个这个丢公式forI等于13到最后面一列 那通常会抓的是A栏的这个不会一定有资料的这一栏 因为座号不可能是空的 然后向下追踪 追踪到这个13到向下追踪的27列 然后呢,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放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Sales这个I列的I欄 然后呢,把资料给丢过来 那可能需要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13列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里面程式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 VBA里面的话呢 forI把它放这边一点点 或者把这个再拉过来一点点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OK,然后这边呢 让它放在旁边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范围forI等于13 一般是写27啦 OK 不过我是建议慢慢要习惯 向下追踪的写法 这个我想应该写个很多遍 你一定要守 这个我一直强调 因为以后如果你不写这样的话 你如果输27 那下一次变28 你要再改 29要再改 那永远改不完 所以干脆怎么样 你就让他向下追踪 告诉他说 从第13列到最下面一列这个范围 帮我怎么样 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公式丢到呢 这一个哪一列 当然就是那个I列 从13开始一直往下 有没有 所以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I基本上就象征 那个列的范围 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后面这个是哪一栏呢 第I栏 I列的I栏 然后丢什么 丢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前面也讲过啦 其实很简单嘛 等于双引号 那你就再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东西 复制一下 取消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当你现在执行的话 其实也可以work 只是说它变成全部都84 所以你必须再把这边改成I嘛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and前后加空白 有没有 这个做了也至少五遍以上了吧 不止 我看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直接这个13 就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贴上就可以了 那这样按执行 它就可以work了 底下最后的话 我有就是多做一个什么呢 它的格式的话 不要有小数点 那不要有小数点的话 其实可以用什么 先知道说这里面按右键 出称格里面 如果要取到整数的话 一般我们会 要不就用上面这边 有常用那个去到那个小数点 另外要不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数值里面的那个0个嘛 有没有 那其实你可以切到制定 它告诉你说 其实就是丢一个0 的这个公式 到这个出称格里面 它就会自动变成整数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带一个那个 各位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一个 一个属性叫Lumber Format Local 其实等于0就可以了 那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打这一串 可以这样 先Sales 刮壶先不要加 点呢 如果那个Lumber Format Local 那个其实就按右键 出称格里面 等同是那个 格式里面的公式 所以你就打一个N就可以了 那它其实大概就出来 大概到最长的一个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 就这个东西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先打 打一个0就可以 0就是小数点 不应该是整数 如果你要小数点 第一位就0.0 如果00就第二位 一之类推 它这个格式 你可以再参考一下 反正就是 把那个 制定格式里面的 那个后面看到的东西 放到这边就可以了 反正它是什么 你丢到这边 它就会帮你格 记得最后一定要再刮户 放在这里 不然的话 它变成说 所有的地方 都变成这个 取到整数了 OK 把它取到整数 好 这样的话 把它执行过 它就OK 清除的话 这个前面讲过了 其实就是把资料 全部做个清空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要做出什么呢 把它丢出来 是最后结果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类似 我们刚刚公司的概念 来做就可以 公司里面 特别重要 我们VPA的写法 因为它里面没有 像三波大 这么好用的函数 所以你可能 如果要撰写 直接在VPA里面 计算完之后 再丢的话 那你可以参考这边 其实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D13 这个公司 做完之后 再丢过来 所以其实 你可以用转换 那里面的话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你有锁定的话 我建议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用Sales 如果你没有锁定的话 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 向下追踪 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向下 让它可以 做出 直接输出结果的方式 我们其实这样看 会比较清楚 那一样月考 这个SARP 范围一样 不过里面的话 我是建议 这个我们重新来过 等于后面的话 我们就不是像刚刚丢公司 而是你可以怎么样 参考上面这一串 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它有锁定的话 那就写固定的 如果它没有锁定的话 那你就打一个Sales 比如说我们要抓哪一列呢 特别就叫第I列 的D栏 那就用这个 因为这个I 它第一次会是13 刚好就D13 如果第二次刚好就变成14 就变D14 所以会变动 那这个乘上后面 后面的D11 因为永远不会变动 如果永远不会变动的位置 我的习惯我用Range 因为Range 你就直接指那个位置就可以 D11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写一些 D11 意思是说 反正你永远都帮我乘 那个 把30%那个位置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打30% 不过我觉得我们该直接存取那个位置 再加上 有没有 就跟这个一样 加上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一串复制到后面来 Ctrl键按住 然后把这边改什么 这边改D1 对 把它改1就可以了 OK 就是一样 照着改 1 这边也改1 固定去抓E11的那个比例 然后跟什么 跟前面的成绩相乘 然后后面的话呢 在F 所以就是再来把这边什么 复制过来 Ctrl键按住 拖拉 然后这边改成F 这边也改成F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 有已经写好了 OK 所以我这边把它再拉过来一点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其实就写完了 只是把它拉过来一点 这样比较不会挡到 OK 所以你会发现 基本上 它就有点类似像 我们在 Excel里面的公式 只是说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VBA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不是固定的位置 就是用这个Sale 但固定位置 我习惯用Range 我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边Range呢 我可不可以用Sales 这边可以用Sales 其实也可以 这边其实也可以用Sales 只是说 为什么你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不用Sales 因为用Range比较直觉 你这边就打D11 但如果你这边假设 你要用Sales的话 你要怎么写 Sales D11 你就11 逗点 D 后瓜 其实你写 这样子也可以 只是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这样写 这样一次全部都吃了 因为 这样子有时候阅读 我觉得比较不直觉 因为你要D11 那如果你用Range的话 很简单 就是什么 跟我们平常的习惯一样 D11 这样感觉会比较直 两个都可以 只是说有的时候习惯性问题 你不要说 好像被那个程式给限制住了 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标准写法 你写的顺就好 但主要就是你要了解 什么叫储存格 储存格物件要怎么去 把资料丢进去 怎么样去存取它的资料 丢 意思就是用Sales 跟用Range 主要的目的 反正就是透过它 可以去控制 Sales的一切的储存格跟范围 大概就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诀窍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把它Run一下 看好不好 所以我先把它清除 然后再丢一下 OK 理论上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 这个就象征 类似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 Exail公式丢到这边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是丢公式 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丢结果 第三个是清除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些其实在前面的课程 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用法 只是说你可能要熟悉一下 如果你这部分不熟练的话 你之后要再做其他的更进一步的VBA的应用 当然可能会更有问题 那至于说你将来你想说老师那你以后要丢公式好了还是要计算完再丢结果好了 其实这OK两个都可以啦 看你哪一种方式写比较顺畅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 这个当然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用 不过在工作上来看 反正两个都可以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那丢公式一定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公式丢上去 然后你把它列的部分改一下就OK了 可是如果你要自己写VBA 你还要去熟悉怎么样去存取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再去做计算 把最后计算的结果丢到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OK所以请各位 这个务必要多练习 然后多去实作 你久了大概就知道 其实也没别的诀窍 也没有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回圈 自动帮我把这些刚刚做的动作 自动完成 OK 当然相对于你用滑鼠键盘 慢慢在那边做会快很多了